喔! 咦! 一段时间这里好像乱状 有几次 建了一个停车桌 难道我之前教了马仔和子风 那两个工作柜 那么快就会成立? 让我和你们盏观察 之前做的事情 原来上一次在教他们设计和制作 这个擠电落铁的柜子的时候 他们已经大致学习了 使用这个甲板来制作一个木柜的基本知识 正因为这样才让他们有这个念头 再去设计多一个大柜 来去摆放他们心爱的遥控车 做大茶饭当然要开一块大板 于是他们就夹手夹脚 搬了块四尺乘八尺的六分板出来 这里补充一下 一般我们买木板都是四尺乘八尺 用工制来计算是2.4米乘1.2米 而英制的所谓六分板也就是四分三寸 即是大约2cm厚 就十分适合用来做柜 而由于今次我们所选的板材 在单面已经铺了防火板 所以开完板 立即就可以将柜的四边塗胶 和开始装嵌 现在他们在用这个工具 是一个90度的固定夹 用来将木箱的四角固定在90度 让我们方便转螺丝 在这里又再补充一下 甲板是有分大心和细心的 而我们现在用这种甲板 就叫做大心甲板 两块薄皮之间夹着是实木 特别适合用木工的自工螺丝 去安装 现在我们选择了M3.9 x 45 这种螺丝 比较螺丝的直径是3.9mm 长度是45mm 而这种螺丝的头 我们称为平头或者沉头 也就是说安装好之后 它的头是可以沉在木板之下 只要安装前 我们要先转沉控 然后才安装上螺丝 每一条边用这个方法 上四口至五口螺丝 就非常足够了 当四边的螺丝都上好之后 就是凸背板的时间了 上一次我们做的櫃 就没有背板的 但是这次这么大的櫃 背板就变成十分之重要了 因为如果没有背板 整个櫃就会傾斜 成为一个平衡四边形 根本用不到的 而背板所用的木板 就不需要很厚的 大约是一分至两分的木板 所用的钉也是很幼身的 但是已经很够力了 再用相同的方法 做中间两块层板 整个停车场已经可以用得了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之前的板 只有一边有防火板 那外边怎么办呢 当然要自己动手去铺 另一面 但是看不到人的地方 其实就不需要铺 至于铺防火板的方法 之前我也教过很多次 在这里就不侵聚了 不如这一段时间 让我访问一下张志峰 做防火板和以往有没有不同 都是这样 都差不多 但大张了 大块了 大块了 大块了有什么不同呢 在刮膠方面 那这次就是用一支支黄胶 就买了一罐黄胶 回来就刮下去 是啊 没错 做大块的防火隔板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 因为上次櫃比较小 简单地塗得住 那么大块 如果不黏住 中间起泡就很噁心 还有啊 有时候用机器拖鞭 都不是那么漂亮 你看看这些地方 到最后 都反而要用传统工艺 拿出木炮 来将这些防火板的鞭 收直 收直鞭的鞭是什么呢 都是黏上鞭鞭 让鞭子更漂亮 今次我们做这个鞭 和上次做那个 即是辣鸡的鞭 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的技术 上次那季 膠边是用黄膠黏的 是的 上次那季 买了一只新的 上面是胶水 用热风窗吹 用胶水就会黏住 其实那些热风窗吹的胶水 是否就是我们平常用的热熔膠 是的 但是你黏的时候 你觉得有没有很困难呢 会比较难 因为手不能碰住 对了 那你用什么方法 用木 然后就按吃它 你想起来的这个方法 对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家里学一些木工的实用技巧 原来是这么有用的呢 这个停车场我教他们做出来 将来我做老师的 应该都可以爆个位置 看影片的你 会不会心思思想和我们一起学习木工呢 如果是的话 请你继续留言我们的影片 好了今天我分享到这里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影片的 请你订阅加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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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